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路透社8号独家园引多位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平安保险集团控股 陷入困境的碧桂园 碧桂园是中国最大的私营房地产开发商 不过中国平安发言人表示 政府并未与该公司接触 并且否认了路透社报道的消息 法广援引路透社报道 两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总理李强已经只是这两家公司的所在地 广东省政府来帮助安排平安对碧桂园的救援 但是中国平安发言人却说 没有被政府要求收购碧桂园 我们坚决否认这个说法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这并不是真的 路透社指出 这一家与中国人受争夺中国市值最大保险集团 头衔的保险公司 拒绝让其创始人兼董事长 马明哲来接受采放 中国国务院跟广东省政府 也都没有回应路透社记者的询问 而就在路透社独家报道要有平安保险接管碧桂园之后 平安在香港上市的股票8号下午盘重挫5.7% 而碧桂园的股价则上涨了4% 近日网络疯传 位于广东省的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如线外科团队疑似受到了实验环境 跟试剂的影响导致多人罹癌 对此该院证实 近年来确实有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 学习过的人员当中 有3名罹患癌症 事件获得到外界广泛的关注 并且引发中国研究生群体 对学术圈奴役学生现象的群情积分 综合媒体报道 微信公众号中山大学孙益仙纪念医院 8号凌晨发出消息指出 广东中山大学孙益仙纪念医院 发布情况说明指称 11月7号 该院关注到网络上面有传播 中山二院乳腺外科团队 已受实验环境和试剂影响 致多人罹癌等资讯 医院迅速组织调查核实 初步了解 近年来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 或者是学习过的人员当中 有3名罹患癌症 其中两名限为该院的乳腺外科医师 来进行评估调查 这3名罹患癌症的人员均为今年确诊 一位在该院乳腺外科从事临床工作 2023年10月被确诊罹患 疑腺癌并且接受手术 目前情况稳定 另外一位流性男子 同样在该院的乳腺外科从事临床工作 2023年6月被确诊罹患 滑膜肉瘤并且接受手术 术后恢复良好 另外有一名进修人员为某外地医院毕业博士生 2021年来该院进修一年 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 已经在2022年4月结束进修离开广州 2023年在工作当地被诊断为乳腺癌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三个人都曾经在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工作 或者是学习过 而说明提到乳腺肿瘤中心实验室于2009年起用 至今已经培养超过200名的学生 中山二院学生集体离癌事件引发社会强烈的关注 也冲上了热搜的帮手 有专业人士分析 该事件可能是因为实验室泄漏导致学生感染 随着事件发酵 热搜被撤 院方也已经关闭学习系统 之前曝光的患病学生病例资料也被封锁 此前中国网络消息指称 中山二院乳腺外科研究团队 有多名研究生集体罹患罕见的肿瘤 其中提到 一个留院女博士后被确诊患有离腺癌 该医院的乳腺科聊天群截图显示 罹患癌症的可能多达6到9人 而且都是该实验室的学生 尽管校方对此进行辟谣 但是也遭到知情人士怒哄不要脸 并且发布了患癌研究生的名字 以及曾经跟导师一起发表过的论文 知情者公布的患癌学生的诊断报告等信息显示 被查出离腺癌的女研究生名叫黄敏 29岁 正在跟随导师苏世成做博士后的研究 而苏世成则是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山二院院长宋尔卫 对于被网友提到的苏信导师 7号下午仍然在该院正常坐诊 记者在其看诊间系进入到诊间核时 苏信导师以三个完全是造谣来回复 有网民表示质疑 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时罹患癌症 这是什么导致的呢 是接触到什么放射物了吗 有知情网民回评说 研究课题要用到让动物得癌症的条件 所以会用那些致癌物创造实验室条件 所以接触到了致癌物 还有网民评论说 容易联想到新冠 新冠就是实验室里搞出来的 现在还搞了触发癌症的 对此广州卫健委回应中山二院实验室安全问题表示 目前已经在更新处理 将会组织协力厂商机构来调查 中国央行行长潘公胜强调 央行将在必要的时候 将对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的地区 提供应急流动性的支持 这也凸显出北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综合彭博社跟证券时报网报道 潘公胜8号在北京举行的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说 今年以来金融部门已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多项措施 积极支持地方政府稳妥化解债务风险 并称总体看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准 在国际上处于中有偏下的水准 他强调必要的时候 央行还将对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的地区 来提供应急流动性支援 潘公胜也提到 中国高风险金融机构 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 在金融系统的占比都非常的小 经过近几年的改革化险 高风险中小银行数量 已经较峰值下降一半 少数高风险机构相对集中的省份 正在制定实施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方案 多管道来补充资本 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 中国官方表示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 并提到要优化中央跟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 过去一年来 中国要求大型银行参与提供信贷支援 给陷入困境的开发商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他们背负着9万亿美元的债务负担 银行履行职责可能会影响其利润率 路透社独家报道指出 相关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试图阻止人民币贬值的动作 导致了上个礼拜货币市场的混乱 消息人士还指出 北京试图在重大经济放衡期间 引导经济跟市场的幕后压力 美国之音引述报道 10月31号 中国银行体系月底对现金的例行需求 如滚雪球般的发展成一场争夺战 在某些情况下 将短期融资利率推高到50% 当局正在调查这件事 六名市场参与者表示 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 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导致了上海跟北京交易式的恐惧跟混乱 最终中国人民银行 其附属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跟债券倾算所介入 向贷款人发出指示 延长交易时间 并与相关机构举行会议来安抚市场 促成的因素 包括了通常月底流动性的需求 在大规模政府债券抛售之前的现金囤积 以及市场中各大银行 已经因为要顶住对人民币的压力 而被命令不得大张旗鼓的放贷 财富管理公司 银科投资控股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夏春表示 这是一个意外 并表示这是政府在金融市场上 采取重权行动的不可预见的后果 银行在放贷方面很勉强 让非银行在下午的交易当中互相借钱 借贷利率也因此飙升 有些人愿意承担任何价格 而利率飙升的原因跟随之而来的市场混乱 在这里首次得以详细的窥见 参与者表示 只要资本外流使系统面临到压力 所曝露出的脆弱性就会持续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告诉路透社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在调查10月31号的一场交易 涉及到一些账户在交易时间结束时 以极高的利率反复借贷 短期融资市场像是隔夜回购协议 对银行、保险公司 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至关重要 它们会影响到外汇的走势 因为市场是货币供应的主要途径 基金跟非银行介入跟转期贷款 为回购市场的投资跟交易来提供资金 而月底也是银行和其他金融部门参与者 必须整理账簿 并且遵守资本缓冲规则的时候 因此中断可能会威胁到金融的稳定 据知情人士透露 去年10月 中国批准了1万亿元人民币的主权债务出售计划 通过坚持第四季度的发行时间表 但是增加每一批的规模 来推出这笔主权债务 这也为当前的麻烦拨下了隐患的种刺 上海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民银行通常会通过额外的资金支持 来抵消额外债券发行的现金流失 比方说放宽银行准备金的要求 但是向该系统投入额外的现金 可能会增加人民币的下行压力 并且削弱数个月来稳定人民币的努力 特别是人民币对美元今年已经下跌了5%以上 这位基金经理表示 央行的不作为主要是由于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 而在当天的交易大厅里 对短期资金的争夺变成了一场人群踩踏式的昏强 银行之间的回购利率 这通常是稳定的 也是短期融资成本的主要指标 也从前一天的各业利率的2% 飙升到10月31号的8% 根据三位市场参与者表示 下午4点 通常向绝望的最后一刻 借款人提供贷款的国有银行不见了 由于国有大银行的缺席 一些绝望的借款人支付了30%到50%的利率 来拿下他们需要的贷款 这是自10年前中国光大银行 跟新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以来 从未见过的利率 到了下午5点市场收盘 投蹭资金不到位 交易未完成 北京的一位基金经理说 没有人离开交易台 因为你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 整个交易室都处于战斗的情绪 如果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平仓 并且希望避免违约 你需要以高利率来借款 而对每个人来说 这是理性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介入了这个缺口 要求国有银行提供资金 而中国中央国债登记解散公司 跟上海侵散所 都在下午6点重新开放解散 来做出紧急的反应 到了晚上8点30分 危机得以避免 市场再次的出清并且关闭 消息人士表示 在第二天跟银行 以及经纪人的后续会议上 中国人民银行告诉各机构 他们的行为扰乱了市场 他们不应该情绪化 根据收到通知的消息人士透露 货币市场运营者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告诉交易员将回购交易的上限 保持在5% 并且表示 任何参与10月31号 完成的高利率交易的人 都必须要向监管机构 解释自己的行为 随着隔夜利率回落到3%以下 恐惧也跟着消退 可以肯定的是 大多数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 但是分析人士 已经将加强对中国货币的控制 作为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 从新冠疫情当中的恢复 令人失望 再加上全球加息 这助长了资本外流 而人民币也遭受到了损失 然而在截至8月中旬的一年当中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5%之后 汇率一直明显地稳定 因为从国有银行购买 到阻止卖空的新规则的努力实施 已经支持了人民币的稳定 收紧流动性是另外一种方法 北京的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如果货币供应跟流动性供应的模式保持不变 整个体系仍然还是脆弱的 另外一次流动性的冲击总是可能会发生 而其他人则认为风险比较少 但是预计只要货币面临到压力 紧缩就会持续下去 美元全面走软 最近帮助了人民币 但是7.28元人民币对一美元的汇率 距离9月份时的16年低点 7.351元相去不远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7日结束4天的访华行程 除了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中国总理李强会晤之外 访华全程也受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跟赞扬 澳洲媒体跟评论员对此行则是有包有便 德国之声报道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7日结束了4天的访华行程 成为了7年来首度访问中国的澳洲总理 澳洲媒体认为本次的访问回归到澳洲的基本外交政策 并且让中澳关系恢复到正常接触的状态 澳洲媒体也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阿尔巴尼斯的私下谈话内容 《卫报》澳洲版7号发表评论指出 中澳双方会晤期间的讨论气氛轻松 反映了这次访问的成功 经过多年的激烈争执之后 澳洲跟中国之间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外交惯例 而中国显然也希望重新跟世界接触 并且重新定位自己的外交政策 《卫报》评论认为这是一场双方的和解之旅 过去几天来 中方对澳洲代表团展现了热情好客的态度 就阿尔巴尼斯个人来说 评论指出 他喜欢中国总理李强在两国总理会晤时所说的 第三次见面时成为老朋友的想法 显然阿尔巴尼斯接受了李强在会面时的不拘礼节 悉尼先驱城报则发表评论指出 澳洲对中国面临一个选择 要么跪下 要么站起来 而澳洲做了正确的决定 文章提到截至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时 中国购买了澳洲全部出口产品的38% 是日本的两倍之多 因此澳洲将成为世界上所有已开发经济体当中 最容易受到中国影响的国家 此外 澳洲被中国视为西方联盟的薄弱环节 但是历届澳洲政府都勇敢地面对北京 因此文章认为 阿尔巴尼斯此次对北京的访问 是中国对澳洲霸凌行为的终点 澳洲金融评论报7号的评论则认为 中方提到了中澳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过阿尔巴尼斯也只是勉强承认了他的存在 评论说这显示出中国领导层紧紧地抓住这一项关系 但是澳洲人民很可能只希望他消失在迷雾当中 澳洲工党籍的前总理惠特拉姆 曾经在1973年10月31号到11月4号 举行的首次的访华行程 他也是史上首次访华的澳洲总理 因此同为工党籍的阿尔巴尼斯这一次的访华行 也被中方视为是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的纪念 别具异议 对此AFR则认为 这表明的澳洲工党仍然对惠特拉姆奠定 中澳外交关系的基础感到满意 然而中澳双方的关系早就已经脱离了 单纯的接触政策的时代 AFR的分析认为 阿尔巴尼斯显然跟中国领导人建立了某种个人联系 中方还不遗余力地让阿尔巴尼斯的这次访问取得到了成功 并且对他赞不绝口 但是外界很难预测 十年之后各界会怎么看待这次访问的成果 天空新闻澳洲版则报道 该台媒体人伯特质疑了阿尔巴尼斯跟习近平会面时的私下讨论内容 并表示阿尔巴尼斯在访问中国期间被中国给玩弄了 博尔特警告澳洲人要非常小心地解读 阿尔巴尼斯跟习近平会面的任何内容 因为阿尔巴尼斯被允许去跟独裁者交谈 而独裁者是伪孝者 并没有给他任何的东西 博尔特说习近平似乎只想跟世界展示 他可以在七年的时间里把澳洲视为泥土 而我们仍然会随时被召唤到北京 而在政治人物的眼中 澳洲反对阵营负责网络安全 跟内政领域的自由党参议员派特森认为 虽然澳洲的执政党跟反对党 都对阿尔巴尼斯的访华行程给予了支持 但是外界不会确切地知道 阿尔巴尼斯跟习近平之间的私人会面 到底谈了些什么 派特森说 对澳洲来讲至关重要的是 被拘留的澳洲人指的是杨恒军 中国对澳洲的制裁 中国对外国的干涉跟间谍活动 以及双边关系中的所有这些问题 阿尔巴尼斯都必须向中方提出有力的主张 不过2007年到2011年 担任澳洲驻华大使的雷比 6号则在AFR撰文 并且肯定这一次的访华行程 他强调中澳双方的关系应该要继续前进 雷比同意 要说中澳两国关系已经正常化 并不意味着两国已经 或者是将回到以前的热闹状态 中澳两国的关系在历史上 从未完全摆脱过紧张的局势 但是他也强调 虽然中澳两国的贸易、领事、军事跟战略问题上 仍然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后者正因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而加剧 但是如果中澳之间没有持续的高层政治对话 澳洲在这些领域的利益也将没有办法推进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